长照是没有真正受到关心的记得 没有真交通报价位推动有教会长照网络服务 不过因为有差的工作很忙 一人在了苏工会专国联合会理事长建议 由替代艺来招造发学需要的个案 没有替代艺分三里 其中一般替代艺包括一般行政和社会议丁定 只能在了苏工会专国联合会理事长张志强建议 可以由社会替代艺招造发学需要长照的个案 如果说让替代艺直接介入长照的部分 那事实上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对于长照相关的人员 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专业性 而且也会增加替代艺的负担 此外替代艺大概服役四个月六个月结束之后 那这样的人力又会有一个短缺 所以如果再安排替代艺的话 应该是以辅助人力为主 而不是直接进入到长照的部分 另外独居中间送餐的部分 过去常常发现便当无用放到派去的进行 理事长也建议可以结合便利商店 偏远地区长者送餐的部分 我们会希望说如果有办法结合当地的便利商店 那事实上可以提供长者 他们居家有需要用餐的时候 鼓励他走出来跟社会做一个互动 那也可以进到便利商店去取用餐点 毕竟便利商店的餐点它可以经过冷藏冷冻 比较不容易坏 那也可以利用便利商店的微波设施 让我们的长者吃到热腾的食物 长照2.0推动到今 除了原本欢乐已经回来完 已经因为受罚得到改革 稍后来要把政府的长照顾目 推动到全国包括平衷 让长照顾目可以真正就是 记者 新中林金如 巴黎茶王报道